HELLO 大家好,很開心又來到我原來鄭桂蓮這個節目了 老師,我想問一下元神宮裡面的生命樹是代表了什麼呢? 生命樹就是我們的元神的頭石, 還有就是我們平時我們現在做什麼的功過是會影響生命樹的 而生命樹好,我們就好,如果生命樹忙,我們就忙的了 那生命樹所反映的情況,其實可以是反映未來有多遠的事情呢? 半年,或者一年,如果嚴重的問題,或者三個月,一個月都有的 那例如這個生命樹,那棵樹有一些矮,或者有一些藤纏著呢? 就代表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矮就是麻煩,一身矮,例如一身矮 那有些藤,或者一些繩,綁住在這棵樹那裡,就可能這個案主曾經 可能呢,他就去過大酒店,或者去過那些醫院探過人,那就卡到陰,這樣就有一些殺就跟著在那個身那裡 那在這個生命樹呢,就會出現了一些麻繩啊,纏著或者一些藤纏著的了 那老師,據我知道呢,生命樹呢,其實就不會無緣無故只有一棵樹的 那還有可能後花園啊,那之類的 那通常那個整體的狀況,是不是都相連的呢? 那如果進到後花園那裡,很多很漂亮的綠色的草地啊,或者七彩的花啊 那代表這個案主呢,他現時,他的人呢,是很正向的思想,很陽光的 那他的運程都是很好,如果進到後花園呢,見到地下全部都是那些碎石啊,那些泥啊,很乾啊 周圍都很乾啊,串草不伸呢,那代表這個案主呢,他現時的環境,情緒,運氣都很差這樣 那如果我們見到,可能不一般的啦,那又怎樣去調整我們的生命樹和後花園呢? 那呢,生命樹,如果是漂亮和不漂亮呢,都是我們每一個念頭 每一個念頭就是這個生命樹的營養來的啊 如果你的情緒,很低落,很負面啊,很不開心啊 那麼那棵樹呢,就會很乾的,乾乾的,黑黑的 如果你經常都,那個很陽光啊,很靜念啊,經常都懂得感恩啊 那麼你的生命樹呢,就很滋潤的啊,那個色澤很漂亮的啊 嗯,那除了改善這個生命樹,或者後花園 其實還有一些什麼做法都可以令到我們增強我們自己那個健康的程度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念頭,每一個想法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提升我們自己的價值 不要經常貶低自己,覺得自己是沒有用啊,好東西沒有自己的份啊,這樣啦 就,樣樣都有信心啦,懂得感恩啦 那這個就是這棵生命樹的營養來的啦 嗯,那做定一個小小的廣告啦 我知道其實老師呢,原神功這一件事呢 那都有去幫大家看這個榴槤運程的 那想知道2023年自己會是怎樣的話呢 那其實都可以在影片資訊欄呢 找到老師的聯絡方法,可以請教一下他的 是